对于八一男篮 相信广大军迷朋友都很熟悉 他那一代又一代的球星 尤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木铁柱为代表的八一男篮 更是创造了中国篮坛的一段传奇 1979年 美国大学生明星联队来法访问 一些篮球行家认为 八一男篮最少要输给这支球队20到30分 然而在木铁柱为核心的 八一男篮以顽强拼搏的精神 最终两次战胜了这支美国大学生明星联队 这支球队的教练还曾经这样感慨说 我们这支球队本来就很有名 这回两次输给八一男篮 我们就更有名了 好的 关于八一男篮的背景故事 我就介绍到这里 在八一男篮训练馆 八一男篮主教练阿迪江 正在安排队员们进行紧张的分组技战术训练 作为曾经中国篮坛的魔术师 阿迪江一直以沉着冷静又不乏激情而主称 而他的支教风格同样如此 开始这叫恢复性训练 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 你看包括黄志志 包括张宁松 都是在认真的 每一次这个科目当中 都需要自身上 就是个人走一小步 可能就是标准着我们在比赛当中 队伍走一大步 我们也很有期待 在八一男篮这个训练 采访到阿迟岛 您觉得作为一个部队上的 这个篮球队呢 还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这个和平年代 通过球场展现军队的 一种血型和一种战斗作风 我想这个是我们八一男篮 首要要做的 我想我们换了大批的年轻队员 大家过去知道的很多 一些优秀老运动员相继推举 我们正在培养 把这帮新一代的八一男篮的 一批新的员们 年轻的员们去接这个帮 继续传承和发扬 八一男篮的一些好的旌旗事 所以我们有义务 有这个责任 还有这个责任 从第一步走出来 从1995年中国篮球开始的 职业化改革以来 八一男篮一直面临着空前紧迫的竞争压力 不管是在薪酬待遇 还是在外援引进的机制上 相比地方的职业球队 八一男篮都不占优势 这些客观困难也从某种程度上 影响到了八一男篮的成绩 而对于这一困难 作为主教练的阿迪江又是怎样考量的呢 这个需要我们刻骨的踏踏实实的 不是喊口号 而就需要鼓舞巨大努力 当前的这个CBE属性越来越高 但是我想 我们如果能够走出低谷 必须靠我们自身的强硬 打强硬 我们坚信 我们八一男篮 每一个教练组的每一个成员 每一个队员都粉着重振八一男篮的辉煌 而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艰苦地投入到比赛的胸脸当中 我们也期待在不远的将来 通过我们最短的时间 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崭新的八一男篮 把我们广大军兵的这种期望 对这支球队的一种厚爱 通过我们自己平时刻苦训练 提高本领 最后把它能够转变成 能打仗打胜仗 我们这个需要我们的 去去奋斗的 去努力的 谢谢您 就在采访阿迪江的过程中 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一个身影 和阿迪江年轻时长得很像 一打听才知道 他就是阿迪江的儿子 阿尔斯兰 小伙子今年19岁 目前他在八一男篮 担任组织后卫 和父亲阿迪江当年打球的位置一样 小时候的父亲是怎么样的引导你去打球的 小时候的时候吧 就是因为我爸就是 就是在这个篮球这个行业里嘛 然后从小就看 然后经常到馆里 就看这些 以前的那些队员啊 他们打球 然后慢慢就喜欢上这 这项运动了 然后以前就是刚开始 就自己在旁边玩 然后父亲也没说就是一定要让我干这行 或者是怎么样的 没有要求我什么 就是我以前就自己玩自己写 然后就是也是跟同学什么的打一打 然后后来 然后后来就是在我十三岁 十四岁的时候吧 八一队正好成立这个三队 当时就是少年队 然后就是有机会能加入这个八一队吧 就是非常荣幸 阿尔斯兰似乎和他父亲一样 有着非常高的篮球天赋 在中国职业男篮不断发展的进程中 他本来可以有其他更好的去向 但是最终他做出了和父亲阿迪江一样的选择 成为了一名特殊感位上的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